有非常多人都来问老师我说 老师 你有在收徒弟吗 老师 我可以跟你学算命吗 这些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希望 可以透过算命这件事 帮助自己的生活 不过算命这件事 到底有没有什么是 你学之前的注意事项呢 这里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学算命必须要知道的五件事 欢迎来到命运设计系 我是你们系主任简少年 老师我从15岁开始专研算命 从自学到拜师到后来职业 也大概现在有快20年的一个经验了 这20年来说 这个弯路我觉得走了不少 走得顺的地方也是有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经验 和这些内容全部整理起来 来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总结成了五个大要点 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 结构化算命 我们要先厘清一下 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学算命 就是所谓的五数 五数分成了命三一项部 命就是命数 就是属于生成八字之后 你可以得到的答案 包含占星 八字 紫围斗数 某种程度来说人类图 可能都算是这类叫命数 好 那这个三数呢 就是修仙 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 一数呢 就是中医 也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 这个像数呢 就是看相 天相 地相 人相 那天相某种程度来说 可以说是占星学 人相就是所谓的面相 手相 体相 这叫人相 最后这个地相 也就是所谓的风水学 好 我们最后是补 补代表是占补 那我们就要先来分析 你今天学的技术 我们讲的这个命数 像数跟补数 分别的结构是什么 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看大体上的命数 分两条路线 一条是星象体系 怎么说呢 就是占星学 紫围斗数 可能传统东方的星象学 是什么七阵四渔 好 这种星象体系的结构 是什么呢 它基本是三个东西的互动 可以带来一个基础的分析 首先是星 再来是公位 最后是所谓的交角 那你可以说 老师紫围斗数没有交角 紫围斗数的交角 就是三方市政的三方 也就是所谓的交角 就是它对应的一个公位的 互相的影响值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个星象体系呢 你要先把心背熟 公位理解透 交角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基础的理解 然后开始做一个基础 可是呢 往往我们在学的时候 尤其紫围斗数 老师 我的感触最深 很多人一进门的时候 不是结构化三个开始看 很多人一进来先看格局 他先学什么 这叫三期加会格 对不对 这叫什么 洋梁仓入格 我们知道这个格局呢 它是星星加公位加交角 三个东西揉在一起之后的一个结论 可是你知道了格局 知道了结论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结构 是这样做出来时 你就容易乱 因为你真实套的时候 你会发现怎么套 怎么样都不准 那是因为你在结构上的理解不足 而结构的理解 关键来自于这些细节的元素 例如我们讲的每一颗星星 紫围斗数可能就是紫围星 连真星 奇杀星等等的 那占星学可能就是行星 火星 水星 金星 相信大家是比较知道的 这就是它基本的一个元素 另外一部分呢 五行体系的 第一个五行的理解 五行会带出阴阳跟五行的结合 例如说这个阴火 阳火 再延伸下来是公位 公位就是每一个格子代表意义 年的天干 年的地支 这叫公位 就是每一个格子代表的意义 最后呢 它的五行之间互动的关系 跟公位的结合 也就是所谓的石神 今天我是甲木 我遇到一个克我的根经或是心经 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叫做石神 所以阴阳的五行记熟 互动的状态 也就是石神记熟 把公位记熟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个比较理想的计算 在学八字的时候 也有可能落入一个情境是什么 是格局 就是说你今天一开始就学说 我们学这叫石神格 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痛苦 很难 你很乱 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把这个元素理解好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 这个阴的火跟阳的火的差异 然后他们对应在这个不同的格子里面的 影响和变化时 你就直接进入了格局论 到底什么是石神 你就乱了 所以这个本质是我们要从结构化跟元素 去把它记熟 原因是因为只有记熟这些元素 你先把这些材料都准备齐了 你才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往上开始做 所以第一步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要拆解这个技术的结构 千万不要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好像可以准一点 我们就开始用 不是这样的 你能准一点通常就是不够准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些元素都记熟 然后理解完 接着再往下推到下一步 第二个要理解的事情 我们讲你在第一步的时候 已经理解完这个元素了 可是对于元素的理解呢 你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你 通常是如果自学的同学 就是去买书来看 那这个书呢 每一本书里面会对元素有不同的见解 比如同样一颗星星 像贪狼星 这三个老师可能就有三个解释 基础解释可能就是跟欲望桃花有关 但是在细节下去 包含说贪狼星代表的是跟运动有关 或贪狼星跟肌肉有关 每个老师的见解会有些微的不同 那当然我相信占星学 这个八字都一样 甲木到底是怎么样 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优点缺点在哪里 这个都会有不同的见解 对于每个工位的代表 也有不同的见解 你可能同样一个夫妻工 有的人觉得是另外一半的性格 有的人觉得是工作上的 出外的缘分的追求 每个老师对于工位的见解 也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去收集 我们刚刚讲这些元素 他们的见解 从不同的见解中去充实它 那收集书的时候 有非常多人就跟老师我说 老师能不能推荐几本书 我们来看看 看哪些比较好 老师讲书真的太多了 我也不确定哪一本书适合你 因为每一本书适合你 学习的周期都不一样 但能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 越晚出的书越好 好 这个超级重要 很多人在学算面的时候都会想说 老师就找经典 对吧 超经典 对吧 不是 超经典这个东西 基本上在算命上面 会出现一点点小毛病 就是跟时代有点脱节 好 我们讲这些元素的理解 为什么会随着老师的不一样 是因为每个老师的人生经验 生活背景 而他使用遇到的同温层 都是不同的人 那越晚出的书 他通常越结构化 越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越符合现代人的认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看那种什么是早年的载版 那个载版没有改过 那一般还算旧的 你要看那个书是新的 原因是因为这个见解在这个时代 他就会有这个时代的意义 那把这个元素拼凑进来 一般来说你用起来就更容易准 不会被打脸 因为如果你用的是二三十年前的见解 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那时候不管是婚姻观念 不管是爱情 不管是对于钱财的认知 都很不一样 这边印象最深刻是 老师我之前在学习的时候 看到一些传统的书的时候 最常讲到的是什么 就是客夫 他一定会很惨很惨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你在看新书的时候 老师我可能重新解译 我就说这个可能就是他事业很强 老公事业没有他强 但你不能说客夫 原因是因为他老公跟他在一起之后 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只是赚的钱没有他那么多 第二个点是 现在的社会里面 很多是女主外男主内 我们也常看到 他不是一个稀奇的事 所以以前可能这个星象 你看到的是什么 老公无能 但现在不是 现在是什么 是新社会的家庭 他可能只是分工的不同 当你在看的时候 跟在用的时候 自然就会不一样 所以新的书的好处 就是帮助你对元素 有更充分的理解 第三个是学算命 当你把元素都凑齐之后 很多会发生一个现象 老师我学完了 我摊开命盘 我还是不知道从怎么开始 我要从哪一颗星开始解 我要从哪个工位开始解 到底要解什么 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你是没有目标的 看这个命盘 那这样子对于新手来说 是非常难前进的 因为你抓不到重点 你要去模拟一个现象 你今天是一个算命师 有客人来问你 好 这很重要 你就要带着这个命盘 去问朋友说 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最想要问什么 好 一般来说 就是事项类的东西 例如感情运怎么样 好 就从感情去切入 那我建议大家 先从一个类别出发 先从自己的开始 去看自己的感情运 再去看朋友的感情运 在看感情运的时候 一定要focus在感情运 它到底好或不好 它这个顺或不顺 你对于这个元素的理解的解释 这个工位和元素和交角 在你算的过程中 你会得到很多的心得 不管准或不准 都把它记下来 好 这样子 你就会对于这个元素 有更深的理解 例如说 你看到他的夫妻公子微星 你就会说 你的另外一半是比较强势 例如说是天机星 你另外一半是不是很聪明 是不是想法想比较多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是天良星 是不是有年纪的落差 类似怎样 你去把这一个心心的元素 充分的跟他生活结构 理解起来 这时候先不要在意说 你算的准不准 我刚开始学不准很正常 能准都是蒙到的 不准才是好事 为什麽 因为不准你会有学习 所以你在这时候就会理解 每一个元素 他基本上在 这一个人的命盘上代表的意义 所以一定要把周遭的人 全部都算一遍 不管是你自己 你的亲人 你的好友 跟大家讲 你最近学的这个技术 我们从这个元素开始去算命 然后把它学起来 把它理解这个元素代表的意义 第四件事情 就是在算的时候 记得要倒过来学 一般来说 大家最常看到的 就是打开命盘 看到夫妻公怎麽样 就开始一讲 对吧 但实际上来说 这一个本命盘 他不会一辈子这样 例如说他夫妻公子为心 他不会一辈子都喜欢 什麽霸道总裁 我们的人生是很长的 我们人生很多的变化 你看你十几岁喜欢的人 跟你二十岁喜欢的人 跟你三十岁喜欢的人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练习的时候 要从去年开始 先找到去年的夫妻公 去练习流年的运势给看进去 所以他问感情 你就要说 那我们先从去年的感情开始看 跟前年的感情开始看 先从自己的 看自己的去年 看自己的前年 然后要回想自己去年的场景 跟回想前年的场景 去理解说 我去年怎麽样 那原来在星象上 会这样子呈现 原来在夫妻公的时候 这个星星 会代表我去年那样的事情 那同样跟朋友算的时候 也是问朋友说 去年怎麽了 为什麽要这样问呢 因为你如果问他 说他这个从小到大的爱情 很多人记性不靠谱 或者是说美化过去的爱情 他就是分的时候很堵拦 久了之后觉得 过去其实挺不错的 他对我还挺好的 就是偶尔打我两巴掌而已 不是 这个就不行了 偶尔打你两巴掌 就是个问题 但是当下被打你一点不爽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你要从去年的事件 开始理解这个命盘 人是有时间动态的 所以都要从时间的角度 把它理解起来 最后一个就是 你在算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准或不准 如果你是自学的 那基本上就列一列 然后找一些 这个网络可以讨论的地方 问说为什么这个命盘 我看这个见解 我是怎麽想的 但结果却不是 好 这个很重要 那如果你有老师 有这个学长解 那你就去问老师或学长解 说为什么我这个论不准 然后记得要基于元素的一个论述 而且是去年这件事去论 用时间去论 如果你犯了大错 什么意思大错 就是你直接用本命盘去论说 去年他为什麽没有这样 这就时间对不起来 这个基本上大家不会回答你 因为你从底层认知就错了 可是你如果是从这种 你已经解析过了 逻辑都符合 却在元素上的理解有误差 那这时候解进来 你就会知道你到底错在哪 差在哪 那你学完了这一点之后 你就可以不断的反思 就理解 原来自己是这个问题出现的状况 你在这里面理解的过程中 你也就会越来越熟练 而当你学通了一个类型 例如说都是爱情 我把爱情学通以后 以此类推 元素都一样 只是结构不一样 就可以推到财运 对不对 推到健康运 推到事业运 推到跟亲人的关系 它就一道打通了 很快就通了 因为它的逻辑只有些微的不同 元素都很像 所以在你打通的过程中 你就会对元素越来越理解 那你就会越解越清晰 我们如果从面相学 就是像素跟补素里面 其实大概的阶段很像 但有几个部分比较不一样 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跟面相跟命素不一样 命素是纸上操盘 这个像素是眼见为凭 所以你必须面对面真的看到这个人 很多人学面相的时候 一般刚开始的时候 会喜欢用照片来做讨论 可是我们知道 你用照片来做讨论这件事 你没有办法问到这个人 你只能基础认知 你必须还是要练习 从你的亲人周到朋友同学开始看起 然后最好是你要跟他互动 问说你是不是这样 这个眉毛怎么样 这个眼睛怎么样 那像素比较麻烦的是 你的大脑要反应过来 因为你写成字跟命盘 大家看到都一样 可是像素的眉毛浓淡 每个人的主观认知都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大脑意识到 这个叫做淡 这个叫做浓 然后久了之后 你就会看得出来说 他的眼睛很大 然后慢慢到什么 慢慢到听声音 可能他这个声音很高 这个声音很低 这个声音很亮 这个声音很弱 甚至再往下眼神更难 这个眼神叫有力 那个眼神叫没力 这个叫忧郁 那个叫锐利 等等都是一样 你需要很多互动的时间 而且你最好要问他 那如果是风水呢 风水又更难了一点 原因是因为 看房子的概率 真的没有那么高 因为你要房子面对主人 再问主人说 住在里面怎么样 还不是马上 他可能住三个月一年 才怎么样 所以你必须要 看很多的房子 然后必须要问里面的人 到底过得怎么样 所以风水学的练习也是一样 但难就难在练习的方式有点难 所以大家可能要尽可能从亲戚朋友的状态 开始思考起 先去看说我们亲戚朋友 他们家的房子有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他们家的人有生什么样的病 或是说他们家的人发展的怎么样 例如说龙高虎低 对不对 男生好女生不好 真的是这样吗 回去就去看说他们到底怎么样 好所以这个都要从亲朋好友的真实事件出发 你才会知道他落实在真实世界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是占卜 占卜这门技术就比较玄一点 有的人天生就是准到一个爆炸不可思议 有的人就是不会准 但是跟大家讲怎么样练习 以前我的师兄就有个练习的方法 他每天早上起来 就会泡一杯热茶或是咖啡 先进心 进心完了之后 就为自己今天补一卦 不管你是塔罗牌就抽个牌 或是文王卦就补一个卦 紫威斗树也可以起一个卦 如果是面相师可以画一张脸 代表今天的运势 然后这个卦象记得拍起来 拍起来之后 今天过完了之后 晚上再回来复盘说 原来这个卦象代表我的一天 发生了哪些事情 透过这个方式 你就会对卦象有更深的理解 你会对卦象有更多的题目 你会知道他在你的生活中 到底会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年底了 大家都很想知道自己 2024年的运势怎么样 很多同学都想要找老师我算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算得再细 绝对都没有你自己看自己 对你自己的了解 所以我们在淘淘起上 有我们推广的紫威斗树课 是老师我的紫威斗树课 那这个课程呢 就是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5个要点的逻辑 首先我们是结构化的教你 用元素的方式 教你把会混乱的东西都拉掉 你绝对不会有学了之后 发现怎么混乱了 怎么矛盾了 混淆了 不会 我们全部是细节结构化的 教会你这件事情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解释呢 都是用新的元素的解释方式 让你理解新时代到底是 怎么样来看紫威斗树 不会过度的解释 没有过度的主观 让你客观的方式去理解 人的命运在现代是怎么样发生的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是反过来教 也就是结构化来教 什么意思 我们的课程主要的目的 是让你先算准 这个每一年好运坏运 算准爱情上遇到什么样对象 会不会被劈腿 会不会出问题 财运上能不能投资 投资什么项目会好 非常的细 而是从事项方面的教你 从断式的逻辑出发 让你可以先断准事情 最后再往下的部分 就是我们最厉害的 这是所有上过课的同学 感触最深的就是课后群 课后群里面有非常好的助教 还有很多学长姐 重点是老师我个人 也会很常在群里面 回答大家跟分享我们的见解 而这个课后群呢 有很多随着同学们的需求 例如他想看什么技术 想看什么东西 还有老师我个人的发明 我们都会放在科务群的记事本里面 所以这个记事本里面呢 就是一个额外的宝库 它会越加越多 随着时间点的不同 新闻事件的发生 事情的演进 我们就会不断的推进 而在记事本就有更多的讨论 所以是一个 让你可以终身学习的一个地方 学算命是一条很长的路 基本上你学会这个技术 到你真的使用 从几个月到几年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不断的学习 每个人会有对自己人生 对自己同温层不同的发现 在前面我们是线上课 在几个小时内 让你掌握最精华的东西 适合这个很忙碌的人 而你掌握完了之后 应用在你的人生中 快速的透过复盘跟迭代 我们在科务群让你学会 那不管是你要作为第二专长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要斜杠 或者是你对自己的人生 有更想要的理解 解决你人生的困难 它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们紫园朵 现在有折扣码给我们捡到钱的同学们 是立W1688 这个折扣码能折1000块 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学习指挥斗数 在2024年的假成年 假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让你在未来的10年 可以运筹帷幄 知道自己怎麽样趋吉避凶 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问说 老师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天分 我真的学的会算命吗 老师说学算命到底有没有天分呢 这个事情所有人看着我的时候 每次都说 你是不是从小就有这个体质 你是不是感应到神佛 是不是很有这个天命 我说真没有 因为我就是一个直觉麻瓜 我直觉超烂的 所以学算命可以分成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直觉超强 像我一些师兄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同样在学的时候 我只看出来这个人出车祸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是被公车撞 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心象里面到底哪个怕代表公车 他说我觉得直觉就是公车 而这个人真的是被公车撞到 这叫直觉型的 他通常学到一半 老师还没讲完 他就已经算到这个人 后面千百里远的事情了 但是我不行 老师没教完我就是不会 所以这第一种叫直觉型的人 直觉型的人学习的速度很快 但难以说出到底为什么 所以他应用起来 就是这个准度 准的时候是非常准的 可是有时候如果在技术上 或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就容易有偏差 或者是说他在算的时候消耗很大 因为他很靠直觉跟感应 所以这种直觉需要心很静 才有办法做到 但是现代人的生活很乱 事情很多 要静心其实本身就不容易了 所以直觉型的人有好有坏就在这边 那第二种类型的人 就像老师我一样 就是这个技术理解派了 技术理解派的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比较慢 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到那 没有学到这个技术结构 我就做不到 但一旦把技术结构给我 我就可以快速的吸收跟复制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 虽然我们学的比较慢 但是在我们学会理解在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复制跟迭代 而这个快速的复制跟迭代 就是保证所有人都能学会的 你只要基本上逻辑能过关 照着老师的结构不断的往上 就可以不断的叠加和修正 而在真实使用的时候 你会在后期的时候进步的很快 所以大家常常看到老师我 在不同的技术应用的时候 有很多的新技术的讨论 原因就是我在结构上面的充分理解 让我可以自由的拆解和组装 紫围斗数的很多细节内容 而透过这件事情 就可以在各个生活场景中 有更有效的一个运用 所以不是一定要什么带天命有感应 才能学会算命 只要你愿意下苦心 这种技术学问流的 每个人都能够学到一定程度的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任何想要学习紫围斗数的朋友 或想要学算命的朋友 都欢迎到淘沃奇上 我们的课后助教群真的是很甘心 那天在群里面才有个学生讲 他就说他去报你的课 后面的时候都冷掉没有人 但是我们永远有新的人在讨论 原因是因为老师我每天 还有很多录影的内容 他有时候会在里面讨论说 老师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像那天就有人问我 老师你怎么看出来 Misc早餐是牛奶面包 我可能就会讲说 我就是怎么算的 然后怎么样看出来了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只要减少年频道运营的一天 这张群里面就永远有新话题 有现成的这种案例可以学习 所以如果对课程有兴趣的同学 记得在下面资讯栏 我们都有对应的连结 那如果是海外的朋友 淘淘喜的微信公众号上 也能找到大陆版的课程 是由我师兄明光老师开的课 但基本上他的解释内容 就如同我们讲的 要符合当地且现代的一个论述 所以他那边是比较符合大陆的 希望大家呢都能有所收获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各位同学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 那接下来呢 又是我们的人生夸夸箱时间啦 这次的夸夸箱内容呢 是这个LENIE他写的 蛮谦虚的喔 因为他说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人生夸夸箱的投稿 但就这样开始打起了字 他说自从认识的减少年以后 才发现行善其实好简单 小时候都觉得我是谁啊 怎么可能做善事帮助别人 但原来善哪怕只是一个善念 一个怜悯都是可以的 但副作用就是发现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被外在事物给波动 总而言之 谢谢少年一直以来传递的正能量 在我刚出社会时认识少年 真的是一种幸运 在面对职场同事的时候 发现我可以很快的释怀 很快的move on 觉得也是自己的一种成长 另外最最最幸运的 应该是有幸还在出席给老师算的命 真的是缘分 可能我上辈子也是追随少年的信徒 希望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多一点善 多一咪咪就好 希望少年多多姿姿 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们 吃好喝好睡好 每一天都更好 竟然是在多年前的这个 我还在算命的时候 有这个算到的客人 很感谢他 就是说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然后我们一直都觉得 做善事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治良知 每一次我们在讲做善事的时候 大家就很多人可能会跳出来喷 就说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这怎么说 难得分得出来吗 怎么那么幼稚 但我一开始也觉得很难解释 但最后发现 这个亡羊民主事业 还是讲得非常好了 他就讲治良知 有心学里面讲 每一次把你的良知拿出来看一下 选更良的那一个 而所有人如果都是这样 久了 这世界就会变得超级好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里面 尽可能的治良知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让世界也变得更好 这样子自然你的家人 你的同学 甚至你未来可能会遇到的 某一个你爱的人 他们都会更好 好吗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